一块雪板竟然花了我10万块钱 哈喽大家好我是比利白 Burton是全球最知名的单板品牌之一 也是我的最爱 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一块 我所有Burton收藏之中 非常有纪念意义 且价格非常贵的一块雪板 那就是极具有争议的当代波普艺术家 Jeff Combs和已故的单板之王 Jake Burton合作推出联合研发的这一块 全球只有50块的The Philosopher 中文叫哲学家 正如其哲学家的名字一样 Jeff Combs在版面的设计中 引用了古典哲学最著名的比喻之一 洞穴预言 洞穴预言出自柏拉图在其 《理想国对话集》第7卷的开篇 以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作为文学化身 向大家描述了这个比喻 一群被捆住双手双脚 只能望向前面的囚徒 被困在一个洞穴之中 他们只能看着前面的墙壁 通过外界的阳光照射 和后面火炬投射过来的影子 那就是他们理解的世界 直到某一天某位挣脱束缚的囚犯 走到洞穴外的世界 打破了他看待事物的方式 当他得知一切的真相 回到洞穴告诉其他囚犯时 却发现其他囚犯既不想要自由 也不相信他所说的 而是对自己的无知感到惬意 柏拉图认为人类的命运 就像洞穴中的囚徒一样 认为自己眼睛所看到的 就是全世界 就跟囚徒所看到的 在墙壁中投射的影子一样 而那个挣脱锁链走出去的人 便是哲学家 Jeff Collins认为 他在滑单板的时候 有一种突破自己固有思维的超越感 就仿佛是那个 挣脱锁链走出去的哲学家一样 我自己的层次低一点 可能没有想到这一层 但我绝对同意滑单板的时候 那种人板合一的时候 给自己带来的快乐 哦对了 如果你真的想滑这块板的时候 只要你一低头 柏拉图就会给你来一个深情的领事 在板面上还有五个 凸正多面体 这些个面都是全等正多边形 且每个顶点所接的面数 都一样的三维几何形状 也因柏拉图而命名 也称柏拉图立体 Jeff Kohns为了展现这块板上 各种精妙的细节 足足在Burton为Vermont的 Krax原型工厂 花了两年的时间 使用了各种前所未有的 置板工艺 只为做出这50块板 可谓是渐渐艺术品 说到艺术品 不得不提嘴Jeff Kohns 有人说他是艺术界的魅素之王 有人说他是华尔街走出的商人艺术家 有人说昆斯是这一代 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 那这些天堂和地狱般 两极分化的评价 完全不影响他三次登上 当世最贵艺术家的宝座 2019年昆斯的雕塑艺术 兔子在加世德 以9100万美金的价格成交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甚至说 对于这件作品 我完全摸不到头脑 甚至连胳膊都摸不到 但也有人说 这是一件传世之作 不为之而感动震惊 Jeff Kohns 非常擅长自我营销 也拥抱商业 有的人说他的作品很先锋 有的人说他的作品又俗又贵 但不管怎么样 他至少在最好和最贵之间占了一下 说回到The Philosopher这块板 全球限量50块 每块价格5000美金 对于单版来说 这真是一个价格天花板 但如果你把它想成是 Jeff Kohns的作品 对他动辄几千万美金的 真的是太便宜了 总共50块全部都在2016年12月8日 在纽约Burton旗舰店的一场慈善晚会上 销售一空 所有的收入都捐给了 由Jack Burton和他妇人Donna 所成立的Chill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是专门帮助青少年 将单版滑雪作为成长学习的载体 我自然没有时光机 回到2016年末 为了收藏这块板 我可谓是下了一番功夫 四处找人 最终花了差不多三倍的溢价才买到 这是一块人人在手里 都不想放弃的学版 我听说著名的导演黄浩翔就有一块 还有一块我在Burton中国的 CEO办公室里见到过 每一块版都有一个限量的编号 我这块是31号 虽然不是13号 拼起来是一个Burton的B 但是反过来我觉得也不错 随版还附赠了一个很精美的皮套 上面有Jeff Kohns和Jack Burton的签名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好玩的小东西 里面还附赠了一个EST的一个扳手 也是整个Philosopher的设计 也许可能这个是我能找到最贵的一个 宁板小工具了吧 这个东西就价值一块单板 你螺丝可能会很心疼 看到最后也许你想问 这么贵的板子 真的有人会拿去滑雪吗 我自己是没有见到 除了Jeff Kohns本人 当然如果你真的想滑 这是一块不错的粉雪板 如果你要滑的时候 一定要叫上我 而我的这块还是在家里摆摆算了 哲学家 是艺术品还是炒作至上 你会花这么多钱买一块单板吗 收藏雪板这件事情 你愿意入坑吗 请在评论区里跟我聊聊 我是比利白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